人生无常 接下来带您追思这一位马来西亚的真善美志工 郭慧荣 年纪相当的轻 只有40岁 在没有任何征兆下离开了人世 那么其实呢 他的生前个性是相当的开朗豁达 广结了很多的善缘 原本呢 预计是在今年要回来台湾面见上人 感叹是无常现前 此一志工是特别举办了一个追思会 祝福他成愿再来 树木庄严的追思会 其工们插去脸上的泪珠 不舍郭慧荣的英年早逝 忍住悲伤 听着亲友们分享生前的事迹 大大小小 几乎所有的会所的大型活动 教育组的活动 包括慈青营队 慈少营队 慈又营队 甚至是幼稚园的营队 其实都会看到慧荣师兄的身影 原本预计在今年回台受证为慈程 一元面见上人的心愿 无奈无常的到来 让这个愿望不能完成 年迈的母亲不忍儿子的离去 坚持出席丧礼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场面 不声唏嘘 播放着郭慧荣过去的身影 仿佛还在一同陆金藏 如今人已不在 唱着无量益金的中曲 像是在说郭慧荣丰富且短暂的人生 不怕临休息 以为能知一切发 帮忙 参扶着爸爸上楼 孩子们急忙拿药给爸爸吃 郭慧荣小时候曾因为从天桥坠落而造成脚伤 2010年加入水灿演绎 在密集排练的过程中使得旧伤复发 郭慧荣虽有脚伤 坚持完成三场公演 在陆金藏栽戒后 意外瘦身16公斤 郭家人感情甚好 常一同参加慈祭的活动 这过程中的改变 孩子感受最深 孩子口中的好爸爸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 在众人虔诚的祝福下 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大爱新闻 真善美赤公 马来西亚报道